台北市長柯文哲即將前往南韓光州世大運接旗 為2017年的台北世大運做準備 柯文哲也到台北車站 與光州世大運、台北管進行視訊連線 只不過外界更加關心 柯文哲拋出重山機場遷移的話題 柯文哲仍然強調 重機遷移有利台北市整體發展 應該以多數人有利的方向來考量 對著互動智能體驗機 與南韓光州世大運 台北管的運動員一起飛棒 台北市長柯文哲得到全女打的好成績 台北市兩年後將是主辦世大運 柯文哲也即將啟程前往光州世大運接旗 希望世大運能將運動文化 帶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柯文哲說利用世大運行前的活動 希望能夠為2017年的台北世大運暖身 不過柯文哲一次拋出重山機場遷移話題 引發各界關注 但就連交通部都說恐怕還未是時候 因為桃園機場第三跑道都還未有成形 對此柯文哲仍然堅持重機越快遷移越好 如此只能夠有離台北市的都市發展 至於交通部規劃將重機開發成小型航空城 並且要將重機正前方的土地開放BOT由民間開發 傳出北市府不願意與交通部溝通 但是柯文哲澄清沒有這件事 並且強調兩者是沒有關係的 同一般,外皮的水培 也不用,內皮的水培 可以 requests,趁火或是水培 少量有錢,要不用了